車牌龍門鎮, 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四位, Daniel, Donnie, 豪宗哥 我們今集想講一下一個話題 就是國際車展的存在價值還在哪裏 我知道Daniel剛剛去完法蘭克福車展 接下來也會去東京車展 其實我們需要飛到這麽遠去看國際車展嗎 法蘭克福車展回來 法蘭克福車展一向都知道 是全世界最大型的車展 今次去看都很失望 因為每間廠的規模比上一屆小了很多 參觀的傳媒人數少於上一屆一半 這兩年一度的國際車壇盛時 竟然有些冷清的場面 我都猜不到 因為我都去到十屆車展 今次的法蘭克福車展我覺得是最舒服的 因為沒有人跟我迫 通常第一日, 記者日, Donnie 都知道 迫到爆了,每一個,每一個 揭幕禮都爆了 但今年揭幕禮後兩分鐘後 可能已經散了很多人 我可以很舒服地去拍攝車 其實我覺得不太好現象 而且很多車廠的規模都縮得很厲害 譬如寶馬為例 寶馬上一屆佔了整個展館 一個館獨立幣 對, 只有一萬一千方米 變成三千方米 中小了 一萬一千方米 即是一萬一千 即是香港人用語言 差不多每個館都會剪整個大館 一個館, 整個館 現在變成四分之一 也少了很多 我亦都問了幾個品牌的老闆 即是魯曼級那些 為何你們節省得那麼厲害 他又說了一個原因 他說因為現在很多不同的資訊平台 我搞一件事 花那麼多錢 即是參加法蘭坡車展 他說那個租場費都不是最重要 租場費不是最貴 但是那個設置 而且你要非一批人去搞這種活動 就真的花很多錢 我聽聞過也要是吧 那時候聽聞過有些廠是花了一億 這麼小 不過沒有那麼多 我問過平均五百萬EUR 即是五千萬EUR 五百萬EUR 差不多五千萬EUR 即是品牌要飛不同地區的人 對 以Benz為例 Benz說全世界差不多每個地區 飛人去幫忙 你猜有多少人呢 一千 大概千不到 是二千人 嘩 即是非二千人 非二千人 那你住宿 沒錯 那你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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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麼厲害 因為它的規模實在太大了 那個車展是真的好 因為如果是Benz那裏 他在館裏面 差不多擺 即是show car 也有整個六十架左右 今年也少了很多 上一輛也有五六十架 那它們的場館有很多其他公司 那這個不重要 我想說是 即是說回那些老闆 為何我覺得這些國際車展 其實都不是不重要 因為國際車展 他們覺得每個記者的視野都會分散 在我自己的品牌上 即是如果我花這麼大塊錢 像奧迪一樣 現在它一年一度 會舉行一個叫做 Grand Submit的活動 這樣就招呼全世界記者 去一個地方 集中一個 對 曬冷式自己品牌的活動 這樣就搞一個很大型的 那你所有報道都會集中在 譬如我奧迪這樣 那如果你一個國際大型車展 你一個記者可能佔品牌的比例 一個報道只是很少的比例 所以它們覺得不正確做這件事 還有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Facebook平台 可能自己做一個Live Unwilled 一輛新車 那個Noise 可能比參加一個國際車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車迷 當然做生意都是要講成本效益 我們經常都說 這件事就是很無奈地說 它是無可厚非 不像說這四個字 但是你作為一個車迷 就很失望 以前我們去車展 你是希望見到一些 我們所謂見到 Concept Car 即是那時的概念 你一去到你便會覺得 哇 很興奮 即是你又未見過 即使有看那張照片 你看到那個實物 你那個我們 即是 不斷這樣一個英文 即是那個feel and touch 你摸下去的那種感覺 不同 你那種振奮 而且都是一個盛事 現在完全不同了 我們開頭的時候 十幾年前我們去車展 當時的資訊發展沒有那麼緊 我們去到一時間 突然為何拉開幕 為何有這輛車的 全部都是未見過的車 但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叫做Scoop 被人偷拍 放了上網 即是未去車展之前 已經放了出來 有些是偷出去的 即是下一些近年 車廠自己都未出 之前告訴你 我已經出的了 下個月都沒有在車展看到 其實這個變成你一個 這麼有傳統 這麼有代表性的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一個國際性的車展 就等於一個文化 憑合那種程度上 是一個文化 即是說 我聽你這樣說 即是說 現在這個文化 已經是又差不多 比時代同來 應不應該淘汰 這個就是 但現在因為那個即食文化 就是大家要鬥快 沒錯 要最快 最快 喂不是 隔離好 你都出了 你還在那裡想什麼 然後你就趕快 你又要推出去 其實那件事就 是那個文化 我不懂得形容 就是你問我 我聽到你這樣說 我又很失望 因為我以前去旅行 我們有時會刻意去計劃 以為去東京 看西點 會不會 你會不會刻意去東京 或者去德國去東京 以前會的 以前會的 以前 年輕的時候 會做的事更多 現在就會覺得 你找腳也難 以前 譬如你幾個朋友 都大家年輕 發燒友 東京車戰 我們都有一些門路 進去 所以會去的 因為很想參與一些東西 拍照 覺得很有價值 現在的價值觀不同 我聽完你說 我真的有些說 你一個全球最忠目的車戰 因為我很仔細聽你 一開始幾分鐘就已經離開了很多人 少了很多記者 可能因為 另一個問題是 現在的車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平台 做Live 第一時間 你已經有了片 有了相片 每個人都在網上看到 現場的情況 以前真的靠我們 那時 去馬上 那時飛套年代 沒有那麼快 即場已經很難 發掘 開始有些早的時間 都是我們即場 才看到這個車 我明白 但所有的國際性的車子 其實你問我 某種程度上 都是你一個江湖地位 即是你在那裏告訴別人 你就是要越軍而適 我告訴你 我有些什麼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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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出來給大家 隱身當然是有美女 跳舞 女郎 很急 一路有這樣的事情 有女生看 有美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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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來說 都是其中一個很大的樂趣 現在真的沒有了 美女都沒有了 車展女郎是零 只剩下幾個女人 這件事很值得注意 沒有 現在不是那件事 以前很多時候 每輛車站 那些女生都很漂亮 還會輪的 輪回去 轉頭回去入第二批 當然 你站久了 你都會笑到 那時有些媒體 專家是去拍女生 對 前面都有 東京車子的文化 外國車展示的文化 但縮下縮下就很集中 東京是差雲 以前一向都是 他們很早期 他們已經是西方國家 我想說 我覺得很可惜 我聽別人這麼說 今年你見到什麼車 另外我想說 很多車廠都沒有參展 例如豐田日產 竟然沒有參展 法蘭克風 對 法蘭克風 另外就是法國幾個牌子 都沒有參展 變成很多展館 都被刺激了 那差不多是德國人 對嗎 現在我有一個擔心 美國底特律車展 已經是這樣 很多大型車廠都不去 現在東京車展也是這樣 過去幾年 規模越來越縮越縮越縮 變成好像大家都圍住 自己大家的國家 即這不是一個國際城市 美國車廠 在美國車展發表新車 日本在東京車展發表新車 可能法蘭克風車展 最後都剩下幾間德國廠 正常可能沒辦法 沒了那種寶寶臨城會話三輪堅的感覺 聲色和俱備的東西 現在好像放了一輛車出來 已經預告了 給了照片看 然後實物就去車展見 概念也沒有 現在的概念車也很少了 以前最想看的概念車 尤其是人最喜歡的就是 你見到你買不到 你又很享望 又不知道要等多久 然後你很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 我看你的報道 是不是有些中國品牌 反而有去法輪福車 這次很厲害 竟然是紅旗牌 還有一些新的開設創投公司 有兩個 一個是Biton 還有一間叫Way 亦都去參加法輪福車 有幾間中國的 三間 展台大得很厲害 那些產品都挺漂亮的 譬如紅旗那些 出一架Hypercar 或者200萬EUR的超級跑車 多千匹的跑車 1400匹的超級跑車 那沒事 我們作為中國人 你一定要走出這個舞台 你第一步也好 怎樣也好 這個規模大了 其實就是先幾輛 十年八年前 開始有些 內地品牌的車 應該去車展 日拉拉車展 Franford車展 美國車展 但它都是 正式可否打入外國設廠 暫時 不緊張 不緊張 這個當然 一直走 因為你每一件事都有開始 不過我覺得有些驚喜 就是有一個同步 就是一個老牌子 因為很多 組的第一部造車 還有其他始創公司 全世界有很多始創公司 其他成功的就是Tesla 韓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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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只有現代一間廠 剪台很大 但產品很少 現代在德國 其實他們的市場都頗好 不過我有件事想說 其實車廠不參加傳統的車展 其實他們又會參加另一些展覽 例如拉斯維加斯那些CES電子展 好像越來越多車廠參與 現在越來越多 上海的北京車展 會不會是很熱鬧的 我問過一些外國的車廠老闆 他們覺得 最後國際車展 唯一可以成功生存的 就是在內地 唯一可以搞到很大規模 其實是因為做到生意 因為市場的文化比較舊 大陸未去到這麼快 也是一個很舊文化的玩法 也很成功 每個人都會去看車展 車展 我還是覺得是一件很新鮮 我還是 下次去上海車展 去北京車展 真的很大 場地很大 很喜歡看 不過是逼一點 挺好的 要去北京車展 都算是怕掉 我決定會去 因為如果是這樣 我聽完你這樣說 東京車展 我以前去過北京車展 我不會去 但我只會去 因為始終我覺得 沒有臨聚會的感覺 是很恐怖的 還有近年內地的車展 即使外國人都覺得 挺有驚喜 為什麼呢 因為好多Cock D-Cat的事 都很漂亮 沒有想過可以這樣 為什麼你的車一遍 人也難以為走錯了 他們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驚喜 不過抄襲也是創作的過程 我們也想聽聽 大家俗者 你們對國際車展的看法 其實是否吸引你們看 留言給我們 分享一下 聽完你這樣說 你不能想 去上海 看上海車展 啊